Sony 的 PlayStation 2 是2000 年世代 游戏主機市場的霸主 在 PS2 上推出過的遊戲 更是多不深屬 即使裡面有不少名作 有移植或重置到其他主機上 但還是有非常多的佳作 直到現在 都還是由 PS2 獨佔 如今要回頭玩 PS2 主機呢 除了畫面訊號轉接比較麻煩一點之外 另一個會碰到的問題 是遊戲手把的狀況 可能不勝理想 特別是類比搖桿香菇頭 表成變質的情形 在台灣這種濕熱的環境裡 相當容易發生 又或者是因為長期使用的磨損 導致類比搖桿定位飄移 如果你的 PS2 手把 有這種問題 除了另外買一支好一點的來用 其實還有手把轉接器 這樣的替代方案 這次 經由台灣廠商 Broker 的邀請 簡單為大家介紹與測試 Broker 推出的 Winman PS2 手把轉接器 Winman PS2 的造型相當輕巧 看起來就像是將 PS2 原廠手把接頭 與記憶卡的造型融合在一起 跟 PS2 主機搭配起來 沒什麼違和感 上面還仿造記憶卡 設計了一個可以貼貼紙 創造個人化風格的小區塊 Winman PS2 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可以讓近代的各種主流規格手把 轉接到 PS2 上面使用 這邊用最常見的 PS4 手把來測試 由於 PS 主機家族的按鍵配置 即使隔了幾個世代 也沒有什麼大幅度的變動 操作感可以幾乎無痛轉換 至於延遲嘛 我這邊沒有什麼可以精確測量的工具 只能說體感上 用起來感覺跟有線手把 沒有明顯差異 這支轉接器 也支援有線手把的轉接 例如 Xbox 360 手把 X4 City Mini 手把 以及 Mini MD 手把 都有支援 像這種與 PS2 按鍵對應 沒有完全一致的手把 Winman PS2 也提供了按鍵的重新對應功能 可以自己設定為習慣的按鍵配置 另外 Winman PS2 還提供了按鍵的連發功能 可以自己設定哪個按鍵 要有連發 也可以設定連發的頻率 各用五段不同的連發頻率 可以切替 最高能夠達到連高橋名人都做不到的 每秒25 連發 有件事情 可能不是所有玩家都知道 PS2 的 DualShock 2 手把上 主要的按鍵 都具備 256 階的壓力感應功能 能夠判斷使用者 是用力或輕輕按壓按鍵 有用到這功能的遊戲 並不算多 最常見的 是賽車類遊戲 都用這功能 來對應油門的踩踏力道 又或者像潛龍疊影系列 按方塊鍵舉槍後 再輕輕放開方塊鍵 就可以在不開槍的情況下 放下槍 不過 大多數的現代手把 已經不具備這樣的功能 因此 轉接之後 按鍵的感應 只剩下全按與不按的差別 比較難做到細微的油門控制 也沒辦法做到舉槍 而不開槍的動作了 我試著利用 WinMan PS2 的按鍵配置功能 將放塊鍵 對應到具備感壓功能的 R2 鍵上 這樣子 確實是可以藉由壓力感應 做出不同的動作 但手感很難掌控 效果不能說理想 更直覺簡單的解決方案 就是找同樣也具備感壓按鍵的 PS3 手把來轉接 轉接上 PS3 手把之後呢 就可以用跟 PS2 手把相近的手感 做出不同的舉槍動作操控了 賽車遊戲也是 可以看到油門的踩踏 比較細緻的程度感應 所以說 最適合搭配 WinMan PS2 轉接器使用的 是 PS3 的 Dual Shark 手把 不過 如果不是為了要玩有按鍵感壓需求的遊戲 那也沒必要特地轉接 現在多半狀況也已經老化的 PS3 手把啦 雖然這個轉接器的產品名稱 是 WinMan PS2 其實 它也可以用在初代 PS 主機上 而且 類比搖桿與振動功能 都可以正常支援 畢竟多效的兔手把 本來就能在 PS1 上面使用 所以 轉接器可以通用 也是很合理的 但多一台主機能使用 確實有種賺到了的感覺 WinMan PS2 還支援在 PlayStation Classic 也就是 Mini PS 上使用 Mini PS 的手把插槽 規格是 USB 轉接器沒辦法直接插進去 需要額外準備一條連接線 從轉接器上面的 Micro USB 插槽連線 才能將轉接器 連接到 Mini PS 主機上 Mini PS 本身搭配的手把 沒有類比搖桿 如果是用 WinMan PS2 轉接 能夠支援類比手把的功能嗎? 測試結果 類比搖桿確實有作用 但用心內 不會辨識成類比手把 操控性沒有類比效果 只等同於普通的方向鍵 手把當然也不會震動 這邊的 Mini PS 主機 是在原廠狀態下測試 我知道 Mini PS 有很多可以 解放功能限制的方法 但畢竟是非正規的使用方式 這邊就不進行相關的測試了 而如果是反過來 將 Mini PS 附的 USB 手把 接到 WinMan PS2 上面呢? 會變成方向鍵強制連發的狀態 無法正常使用 這算是讓我比較意外的結果 而既然 WinMan PS2 可以透過這個 Micro USB 孔 連接到其他 USB 裝置 那是不是也可以用在更多的主機上呢? 很可惜的 畢竟這個轉接器的功能定位 還是給 PS2 使用為主 所以 PS4 Switch 等主機 接上去都沒有效果 關於 WinMan PS2 的手把支援列表 以及詳細的功能設定方式 這邊就不一一細講 想要深度了解的話 可以參考官方網站 總之呢 如果你還會玩 PS2 主機 又想要用近代的手把 取代就 PS2 手把的話 WinMan PS2 手把轉接器 是個很不錯的便利裝置 也希望這則簡單的開箱影片 也為各位提供一些參考價值 OK 以上就是這次的低分少年翻外篇 感謝收看 下次再見